兩臉 這兩臉我從來都沒有涼過 嗨 大家好 我是Mae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大家最近過得還好嗎 總感覺Mae最近好像都在出一些教學性質的影片 比較少跟大家記錄一些私底下的生活 所以啊 今天呢 就要來錄一集vlog 那你們也知道我的生活就是圍繞著訓練飲食嘛 今天要分享一組背肌的訓練 就是我私底下練的菜單大概長什麼樣子 然後呢 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我要來公開我的題字 其實我真的也蠻好奇的 因為你們常常在問嘛 覺得這個數字有那麼重要嗎 但是因為真的蠻久沒有涼 大概兩年沒有涼 那剛好我有一個朋友 他實驗室有一台體脂劑 所以今天要去找他 然後順便把這個過程記錄下來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跟我看下去吧 GO 大家覺得我的體脂有多少 能猜測不出來 感覺20出吧 如果20出的話我還可以接受欸 如果超過25 搞不好我就不想公開這個影片了 我們是夏生明 我們家寶貝 在貴賓 才一帅而已 在動作順序的安排上 第二個我很常會做直臂的滑輪下拉 從一個高位的位置掛上繩索 那你的手肘應該要保持固定 上身前傾 將重量往下拉 主要刺激的是擴背肌群 讓擴背肌達到一個暖身的效果 接下來呢 來跟你們分享我很常做的 擴背下拉的超級組 第一個動作先做寬握的擴背下拉 將我們的橫桿拉到下巴處 做個10下之後 中間不休息 直接做窄握的擴背下拉 你可以維持同一個重量 或者降一個重量 繼續做個10下 這個寬握與窄握的滑輪下拉 主要是擴背肌群 真的超級有感 大家一定要試試看 我建議做個三組 下一個動作我會使用Cable 還有我最近蠻愛的 Y型的把手 我會從高位的位置 由上方往腹部去拉 拉的時候快 回去的時候慢速控制 那一組呢 我會做個8到12下 總共做三組 另一個我很常做的是第一位的單手划船 單手划船的優勢是 以單側進行手臂後旋的動作 身體順勢轉向鍛鍊的同側 能使得擴背的收縮更為徹底 一手我會做個10到12下 總共三組 站姿的第一位划船 我會用反手的方式握住橫桿 那拉到腹部的時候快 可以停頓1到2秒之後 慢速回去 這個動作我很常放在訓練的最後 用輕動量就可以達到很棒的效果 是蠻嫩的 調味很非常好吃的 是蠻嫩的 調味很非常好吃的 是蠻嫩的 是蠻嫩的 最喜歡的是蛋了 我覺得它的櫛瓜可以再煎熟一點 我覺得它的櫛瓜可以再煎熟一點 然後地瓜好像也有一點點 除此之外我覺得還不錯 地肉很嫩 我調味都是很清爽 整體而言我覺得以130的價錢 可以吃到這樣一腸我覺得很棒 我朋友是台大物質所的學生 我現在在善導師這邊的公共衛生學院 等一下就要公開我的體脂嗎 即將要站上體脂肌 睽違兩文 這兩年我從來都沒有量過體脂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就是一個很注重生活的開心 然後我覺得我的體態好看就好啦 把霓虹可以下來 怎麼可能 幹怎麼可能這不準啊 我們今天28 正經第一次 第一次的正經 那真的不太準 你不懂 哦,不 對啊 28耶 看看 怎麼辦 你當然要退訂了嗎 量測完體脂之後 我的心情是相當的複雜又有點低落 找到底是什麼原因讓我的數字不盡理想 但是在那之前我想要先來杯抹茶拿鐵壓壓鏡 你怕甜的話你就跟他說不要原味糖漿 保留開心果糖漿 那個上天的開心果顆粒 哈囉我的朋友 這一份熱量多大 469大咖 誰說你吃這個 我的T值20% 你知道你剛剛猜說要猜時間嗎 你也是我的T值20% 我就是健身學班超美的 我拿到來自幕後團隊Amanda的新年賀卡 超感人的 量完這次的數字呢 我一直在想是什麼樣的因素 可能會影響這個數值的準確性 後來我就查網路上的一些資料 那很多人是建議說量體脂之前 是建議是一個空腹的狀態 但是要在早晨 前四個小時是不要喝水 跟不要吃任何東西 也不要運動 因為運動的時候會脫水 流失水分 會讓自己的數值沒有很準確 再加上那個時候我找朋友啊 是在他們實驗室的一個比較小型的體脂劑 就是站上去就直接量測的那一種 連他們自己也說沒有很準確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我應該還是要去健身房那種要付費的in body量 然後先脫鞋脫 哇 現在有點緊張 身高162 這個體重還會太靈也好 對 哪怕我兩隻手握住我吧 拿到我的數據了 然後待會也會跟大家崩開 好嘿大家 那這次量完體脂之後 我發現呢 當然就是結果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 兩個數值在短短兩天之內竟然可以差這麼多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議題可以去探討 因為呢 我相信大多數的人都非常care體脂嘛 那其實體脂呢 有很多可以影響它的因素 教練其實也常常跟我說 其實你真的不需要care太多有關於數字層面的地方 但是其實我心裡也有時候會很難擺脫 關於數字的一些struggle 所以今天呢剛好來找教練 然後跟他談這方面的議題 對,我們還是朋友啦 對,我們還是朋友啦 然後它顯示我28%的脂肪 然後我懷疑我懷疑 對,你會用到尤其他人的硬碟 所以我會用到尤其他人的硬碟 这是大家一起的 如果这是大家可以用两个 research 不用碰到这些计量别 但是如果是arenlal的 所以你会帮助大家 人们的计量是是在早上 也不会买到什么 如果你们要计量这些东西 就要确实所有的参与 是的 每个地方 在早上 所有的参与 在前面 你没有饮 你没有喝 你没有喝 你能喝 也没有早上 不可以 cay游 也你就打算 每次你 percent it be very very big and why do you even care about your 45% anyway i think mostly the reason was I been training hard for the past few years right and I've been really devoted myself into this Venus thing I think I was pretty good like my strength my skills and what I improved over the time I feel like my results should be good I was starting from a really chubby state 我的腿部的腿部是19kg 但我现在有5kg比我多 所以我非常感到自己的 我认为这个腿部的腿部 5kg在3年是很棒 5kg的腿部就像5kg 但其实5kg是很多 所以身体的腿部 你说28%是太高 但太高了比较高 可能社会生活在世界中 人们在这些人们的认为人们的低脂肪 人们认为低脂肪 就是成功的 所以说你做得好 你身体有脏部 你身体有脚部 你身体有脚部 有没有理由 所以我认为身体的脂肪 当时身体的脂肪 它不太大 你身体的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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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多么身体脂肪 所以身体的脂肪 你身体不太好 只要脂肪 你身体的脂肪 你身体的脂肪 如果你身体原来脂肪 如果身体的脂肪 你身体脂肪 你就身体有脂肪 你身体 decreases 你的脂肪 似乎是一种健康的危险 但是现在我17年 我会还会比较幸福 如果我认为我21年 所以说我不是一个健康的人 所以那是什么让我感到很高的 你不想要高高的肌肌 因为有健康的理由 对于病毒的肌肌 这种东西 但是当你来到低肌肌的肌肌 或是看在眼睛的眼睛 对于自己的眼睛 对于自己的眼睛 你觉得你觉得你会准备多肌肌 你可以做的 但是如果你只看一看的数字 会很危险 你开始要失去的数字 你会不会当你得到的数字 如果你没有那种数字 你可能会在那里看你自己的眼睛 哇,我看你很高的 对于你 我真的会认为你 其实我认为我28年 第一次測試,我感到很困難 因為我知道我的身體是好看 我不會太太擔心 但你知不知道,我真的不太擔心 你不太擔心,因為我認為我會有太多力氣 如果你會看這些樣子,你只能比自己的一種 你必須要設定你的目標,根據你所謂 你不能看 Bill 说 彼此18 我想成为18 你必须要认为自己 这是这样的 我现在想到这些东西 你不是一个人 谢谢老师 说我们是中国新年 我可以提供一些新年计划 如果你要设定一个新年计划 你必须要设定一个新年计划 别基于别人 太多人的人 如果人们说要这样的尺导 要那么多的尺导 你论一下什么让人感到幸福 然后再设计了之后 记住了 比如说 每年都拿5kg的肌肉 设计你的个个人 这就是很难的 我知道 对吗 很难做 所以不要设计什么 不设计在你的生活 设计小的个人 设计小的个人 例如 加更多的食物 吃更多的糖分 可能要不要吃太多的 吃早餐 再去睡一會兒 再加一些步驟 再加一些小的目標 然後再加上一個目標 再加上一個目標 但要不要基於一個數字 要基於你的感覺 如何看起來 我認為你的心理會更好 你也會更開心 好的話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拜拜 好 好 好